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早上要与大家共同勉励的题目是防疫与防罪 我们每天听新闻我们都听到这个新冠疫情的问题 这已经存在大概一年了 情况没有更好 反而在某些地方越来越糟糕 但在过去一年里渐渐地有一些政府还有科学家开始学会如何应对这个疫情 有一些要大家必须要遵照的应对政策 有些国家是非常积极地去进行这些政策和规定 结果就是在那些国家疫情就可以控制住了 但有一些国家动作比较缓慢或者是非常的怠慢 并没有这些措施 那就像现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是一样 很多生意都关闭了 也有非常多的一些限制 很多人觉得以现在的科学科技让我们可以非常了解这个疫情的发生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用科学让我们所了解的很多应对政策 其实圣经里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 最近我和在美国神学院的学生分享《立位记》 那当我看《立位记》的时候 我发现圣经在应对这种病毒或者是疫情 其实有很多智慧的方式 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测试都不是新的 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 因为神是智慧的源头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圣经在讲如何应对疫情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在如何防止罪上面 因为圣经其实用很多各种有传染病的病毒 来与罪来相比 因为传染病没有治好没有控制住 那就会影响这个生病的人最终有可能造成死亡 同样的罪可以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最终在树林上 罪也会带给我们死亡 那病毒可以借着接触而传染 罪也可以从学习别人的行为而传给别人 所以从我们防疫的应对我们可以学习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如何防止罪 这就是第一点 不要碰不接近的动物的尸体 请翻开立位纪第十一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 李维记十一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 凡四足的走兽 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接近 摸其湿的 必不接近到晚上 拿其湿的 必不接近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这些是与你们不接近的 摩西的律法特别指示 如果你摸了 特别是不接近动物的尸体 那你自己就会不接近到晚上 所以你要非常谨慎 不能摸上动物的尸体 三千五百年前 人们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没有科学 微生物学 所以别人不知道说 为什么人会生病 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 病毒和细菌 因为是肉眼看不到的 我们必须要一个微生镜 才可以看得到 但是神知道科学 因为神是所有宇宙一切的创造者 神知道当一个动物死了 在他体内的病毒 会非常快地传播 那如果你触碰它的话 在他体内还存活的病毒 就有可能会染到你身上 如果你在家里找到一只死老鼠 你不要用手去碰它 你要戴上手套 戴上口罩 然后再用一个塑胶袋 把它抓起来丢掉 因为他体内有病毒 但三千五百年前 神就已经警告我们了 几年前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疫情 是伊波拉 在非洲开始的 得了这个病的人 会流血至死 那这个病毒从哪里来的呢 科学家告诉我们 可能是从猴类来的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那这个属灵上 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 作为基督徒 我们必须远离罪恶 不洁净的动物 尤其是他们的尸体 就象征了罪 如果你洁净它 你亲近它 那你就会被影响 请翻开诗篇第103篇1到4节 诗篇101篇 诗篇101篇 诗篇101篇第三节 斜屁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 伯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 不容粘在我身上 第4节 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 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 就好像我们在公园散步 我们如果看到了一只死掉的鸟 或者是老鼠 我们并不会去触碰它 你一定是绕路躲过它 而走过去 那作为神的孩子 当我们看到别人 做恶事 做不好的事 犯罪的话 我们要远离他们 我们要逃跑 因为如果你不逃跑 你变成他们的一部分的话 你就会被影响 有些时候 年轻人在中学的时候 他们聚集在一起 然后一起吸毒 或是做一些疯狂的事 我记得当我在中学的时候 有些时候朋友聚在一起 有一些同学就建议说 我们去小吃 然后去偷一些东西 就是7-11 那有些会说 我们去打架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周遭的人 是可以影响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远离 那些不好的举动 不好的影响 第二种防止病毒的方式 就是不要吃 某些不洁净的动物 请翻开 立位记第十一章 第十三节 以后呢 就列出了一堆 我们不应该吃的鸟类 我们知道大家都爱吃 尤其是中国人 有句话在形容 中国人什么都可以吃 所有的东西 除了桌子不能吃 都会吃进去 那所有的在空中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也都会吃 除了飞机 这就代表我们吃所有的鸟类 但是圣经告诉选民 有一些鸟类是不能吃的 比如像鸟 或者是像乌鸦 因为它们是非常肮脏的 它们是吃尸体的 还有有一种动物是不能吃的 第十九节 第十一章第十九节 罐 鹿丝与其类 代人与蝙蝠 圣经特别告诉我们 不能吃蝙蝠 为什么 因为现在科学进步告诉我们 一只蝙蝠的身体里面 可以有好几百种病菌 其实蝙蝠并不是鸟类 但是因为它有翅膀可以飞 所以大家都误以为 它们是鸟类 但是这个蝙蝠 它的体温非常不一样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它的健康 这些病毒并没有办法 影响到蝙蝠本身的健康 但是如果传到人体上 是可以影响人类的健康 所以有些跟新冠病毒有关的报告 是说一开始怀疑这个病毒的产生 是从蝙蝠传到人类身上 在中国有些人是吃蝙蝠的 也喝蝙蝠汤 就好像这片图所显示的一样 非常恶心 当然我们就是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们不应该吃 不应该是食物的东西 所以这个在属灵上 告诉我们什么呢 今天凡是进到我们心里 进到我们脑里的东西 都有可能影响我们 就好像食物吃进肚子里 会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你不认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用什么 做娱乐 都有可能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你所有的东西都会吸入体内 有一天就成为不洁净的 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败偶像的 坚硬的 做变筒的 青蓝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罪酒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里告诉我们 做这些事的人 是不能承受神的国 包括淫乱 青蓝色的 偷窃的 醉酒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洁净 所以如果你常常看一些电影或是其他的娱乐都是跟这些有关的 你的思想就已经被污染了 有一天你会觉得这些行为都是正常都是可以接受的 你就会被污染了 现今的社会里面 你让什么进到你的脑子里是非常重要 尤其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有很多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吃神的道 你就会思考神的道 你听正道 听诗歌 你的信心会非常的健康 你的信仰非常的强大 所以我们要避免那些可以误会我们思想的东西 因为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 我们已经成圣成义了 所以不要再回到以前的样子 去吸取那些属灵上不洁净的东西 第三点 我们要如何应对这疫情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要有很多的检测 如果你不做检测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控制住疫情 因为病毒有些时候有两个礼拜的潜伏期 所以有些时候你有病毒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病毒了 这就是为什么传播的很快 我们现在翻回历位记第十三章 立位记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亚伦说 人的肉皮若长了阶子或长了咸或长了火斑 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 就要将它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 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 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 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 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 祭司要查看它 定它为不洁净 在那个时候 大麻风是传染性非常强的一种灾病 那神要小育人如何的去控制它呢 就是要检测 如果有人有怀疑说 自己有可能得了这个病的话 你就要去祭司前面 神并没有说 我们来训练一些医生或是护士 来做这个检测 但是他们必须要去祭司前面 因为那个时候 只有神可以给祭司这样的智慧 来查看 来辨别这样的病 那当祭司查看 确认说是有大麻风的灾病的时候 那就要采取一些行动 所以检测非常重要 但是检测不是用 自己人的标准来检测 必须要用神的标准来检测 祭司是可以决定 你到底有没有大麻风 那这个属灵的教训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犯罪 这不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 有人说我问心无愧 我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但问题是你和我 我们今天的良性都不是完全的 也许我们感觉自己的行为没有错 就好像长大麻风的人 也许觉得这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的皮肤病 或者是今天你只是稍微咳嗽一下 或是发了一点烧 你觉得说只不过是感冒而已 并不是新冠病毒 但就因为你否认它不代表它不存在 我们的良心并不是纯正的 所以我们不论做什么 我们要用神的尺来量我们自己 所以属灵的教训就是 我们永远都是要拿神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请翻开诗篇第十九篇第十二和十三节 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 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拦住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挟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有些罪非常明显 你做错了一件事情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非常明显 但是有一些是隐藏的 你也许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思想 只是你还没有行出来 但是很快的你就会行出来 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思想的话 或者是你已经犯错了 然后你试着把它掩盖起来 这些在神眼里都是不洁净的 我们人类非常容易替自己找出借口 譬如我们今天上班迟到 你就说车子塞车塞得很厉害 为什么就在疫情当中 还这么多车子在路上 你别忘了你自己也是路上的其中一台车 有些时候你怪这个路灯 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红绿灯 或者是你怪说每次到红绿灯的时候 都是红灯 但其实红绿灯一直都在那里 你不能怪它 但我们替自己迟到找出了很多的理由 红绿灯啦 塞车啦 或者是天气不好啦 好冷哦 我早上怎么起得来呢 然后你甚至怪你自己的闹钟 把它摔坏 你找出所有的借口 然后说我什么都没做错 但其实你已经染病了 你已经有问题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用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 就会让我们醒过来 不要自己和自己比 请翻开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二节 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见的人同列相比 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 用自己比较自己 乃是不通达的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自己与自己相比 哦 我很好 我没事 我什么都没错 其实你已经是有问题了 如果你自己和自己比较 那你就是不通达的 你应该用自己和圣经来比较 那你会发现 自己与神的标准还差得太 我应该要每天努力祷告 改变自己 让自己可以符合神的标准 我们知道 在那些做了很多检测国家的 疫情是受到控制中的 有些国家 连健健康康的人 他们也都会给他们检测 其实很多觉得自己很健康 没病的人 其实检测出来是有的 因为他们只是 还没有显出那些病情 所以我们也有可能是 已经有问题的人 只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常常都是怪别人 我的丈夫不好 我的太太不好 我的孩子不好 我的上司不好 我们很少听见别人 怪自己说 其实是我不好 其实如果你说是自己不好的话 那你就有希望 因为你可以找到进步的空间 而且你要讨神喜悦 第四点 我们要如何应对这个病情 现在如果我们有怀疑是病例的话 我们就要隔离十四天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因为圣经已经这样告诉我们了 立位纪十三章第四到第五节 立位纪十三章第四节 第四节 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 现象不生于皮 其他的毛也没有变白 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观锁七天 第七天 祭司要查看他 若看灾病止住了 没有在皮上发散 祭司还要再将他观锁七天 这里说如果有人 有一些症状 看起来有点像是 这个大麻疯的 祭司就要把他观锁七天 这是第一个礼拜 那隔了七天之后 祭司还要再查看一次 那虽然如果今天这个灾病 感觉没有发散 祭司还要再将他观锁七天 所以七加七就是等于十四天 十四天之后 如果没有再破散 甚至是有更好的话 那他就可以回家了 那十四天 他必须要隔离 不能触碰任何人 也不能接触任何人 因为很多的病 其实是隐藏的 在十四天之后 才会引发出来 所以是谁说圣经不科学的 就连科学都要照着圣经做 所以如果有怀疑是病例的话 就必须要隔离十四天 这个属灵教训是什么 当你隔离的时候 你是自己一个人 你是可以趁这个时间 自我省察 而且你会持续地观察 自己看自己的健康 是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坏 有些时候在属灵上 我们也是要自我隔离 尤其是如果你自己 觉得状况不好的话 不论你做什么 你都觉得面对了 很大的困难 你人生不论哪一方面 神都没有祝福你 不要先怪别人 不要怪神 好好地自我省察 请翻开 荷西亚书第五章第十五节 荷西亚书第五章第十五节 我要回到远处 等他们自觉有罪 寻求我面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 必切切寻求我 这里神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 祂才会回到他们身边 神说我要回到远处 等他们自觉有罪 这就代表他们自己 要先信查自己 先停下脚步 不要跟任何人说话 好好地想一想 我最近做了什么 我和神的关系如何 过去一年来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我是跟神更亲近 还是更遥远 为什么这些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呢 神要我学习的是什么 神要我改变什么 不要只是祷告说 拜托请除去我的困难 解决我的问题 神将这些问题 放在你的生命里 这样子你才可以 开始思考 开始改变 但我们常常都只是 求神除去我们的困难 因为我们不想做改变 那神就说 我会慢慢地等 等你发现 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那个时候 我再回到你身边 这就是为什么 自我反省这么地重要 但是现在 我们常常一有时间 就是打开电脑 或是玩手机 或是看电视 或是听新闻等等 现在很多人已经失去 可以停下脚步 好好反省 审查自己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同样的错误 一犯再犯 自我隔离 就是让我们可以 观察自己 省查自己的机会 那第五点 我们要如何应对疫情 如果有被感染的物质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清洗它们 我们就要销毁它们 请翻开 《利未记》第十三章五十二节 《利未记》第十三章五十二节 那染了灾病的衣服 或是筋上 尾上 羊毛上 麻衣上 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 它都要焚烧 因为这是蚕食的大麻风 必在火中焚烧 是在过去一百到两百年 我们人类才发现说 造成大麻风病的是细菌 那当你的大麻风好了之后 你又把旧的 已经有污染的衣服穿上去 那你有可能会再次感染大麻风 或者是你的家人 如果碰到你的衣服 也有可能染上大麻风 所以那些已经染了病的人 应该要把自己所有的衣服 还有其他的物件都烧掉 这个图片就是显示 当时在疫情的时候 医护人员把医院里面的一些物品 像是床单等等的都烧掉 这些是人家的物件 家里里面的物品 这些医护人员把他们烧掉 他们要一家一家的去 把那些物品拿出来 然后烧掉 有些人也许觉得很伤心 我的衣服这么贵 可不可以不要烧这件 但如果你要控制住疫情 你要救人命的话 你就必须要把他们销毁 你不能觉得不甘愿 你必须要下定决心 所有的东西都必须销毁 这是唯一可以控制住疫情 或是其他病毒 其他疫情的方式 属灵上来讲 这代表什么呢 如果你要应对罪 你就必须要先面对自己的问题 你要下定决心 彻底的除掉 有可能让你犯罪的媒体 或环境 请翻开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7节 马太福音五章第27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29节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挖出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30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洒入地狱 这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比例 如果有人看见妇女就动一念了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 因为她已经有这样的意念 所以她迟早会行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要阻止这样的行动 因为我们就要阻止有这样的意念 但我们要如何停止这样的意念呢 主耶稣说 将你的右眼挖出来 其实主耶稣不是说 你实际的真的把自己的右眼给挖出来 他是用象征性的方式在讲话 这里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代表说 如果你喜欢去看一些不造就 或者是会让你跌倒 让你犯罪的事情 那你需要停止自己 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你整天上网 那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网上看什么 那你就干脆都不要上网 不要偷偷地在自己房间上网 把你的电脑搬到客厅里面 让你的父母可以观察你在电脑上的行动 你要让别人来帮你 你必须要放弃你某种程度的自由 你要放弃自己的隐私 这样别人才可以帮你 就好像如果你要控制住这个病毒的话 你就必须要把已感染的物品和衣服都要烧掉 或者是如果有一个朋友总是引用你犯罪 那你必须要停止跟他做朋友 就不要再去见这个人 这就是决心也是愿意牺牲 所有的衣服包括针皮的夹克等等的 只要被感染就要烧毁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改变自己 要有个新的开始 我们愿意为此做出牺牲吗 我们愿不愿意让别人来帮助我们 如果你不烧掉那些物品 在未来地狱的火会永远烧着你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烧掉 所有的私欲不好的意念 我们都要烧掉 我们要非常小心 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担心 新冠病毒的疫情 但其实属灵上有另外一个疫情 也就是色情 这几天在新闻上说 在加拿大有个非常不好的色情网站 那议会的人就把这个网站的总裁叫过来 问了很多问题 那个网站是在加拿大所经营的 他们有请了一千个员工 你能不能想象一个色情网站请了一千个员工 那每一天多于一百七十万 一亿七千万的人来用这个网站 这当然是世界各地的人 不是只有在加拿大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让我非常吃惊 这已经成为一个疫情了 大家整天用电脑 用手机去上这样的网站 就是被这样的疫情感染了 这会伤了他们心里的健康 还有他们的婚姻 还有他们与神的关系 但是这是无所不在 但作为基督徒 我们必须要依靠神 我们要烧掉心里的私欲 烧掉心里不好的意念 但我们要如何烧掉这些东西呢 请翻开 以赛亚书第四章第四节 以赛亚书四章四节 神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 将习安女子的污秽洗去 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 那时圣在习安留在耶路撒冷的 就是一切助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 记名的必称为圣 这里说神的灵就是公义和焚烧的灵 是的我们有软弱 但如果每一天你努力祷告 求圣灵帮助我们 焚烧掉我们一切的恶念 是的大麻风 所有的病毒还有细菌 非常地强 但是当火来了 他们就会都被焚烧掉 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神 第六种应对疫情的方式 就是保持社交距离 我们知道现在在疫情期间 你出去与人接触 都要保持两公尺的社交距离 这不是什么新的新闻 圣经在当时就已经告诉 大家与感染的人保持距离 请翻开立位纪第十三章 第四十五节 四十五节 十三章四十五节 身上有长麻风灾病的 他的衣服要撕裂 也要蓬头散发 蒙着上唇 喊叫说不洁净了 不洁净了 任何有染病的人 就必须要喊叫 不洁净了 不洁净了 这个目的就是要大家 知道他有染病 而跟他保持距离 那是后来科学家才发现说 是藉由飞沫 才传播这个病毒 但在那个时代 神就已经告诉他们了 要和感染病的保持距离 这个属灵上是什么意思呢 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一节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 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 或贪婪的 或败偶像的 或辱骂的 或罪酒的 或勒索的 这样的人都不可与他相交 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保罗告诉我们 要与那犯了罪 又心里高傲 不用悔改的信徒 不能相交 保罗并没有说 我们要离开 远离所有的罪人 因为在这世界上 大部分的人不相信神 他们有自己的选择 我们不用去批评他们 我们还是在学校会见到他们 或者是他是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老板等等 所以我们还是要与他们 有一些交集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 如果在教会 有人自称为弟兄 他是个信徒 但是他没有道德 也犯了很多罪 而且他不但不悔改 反而自高自大 那保罗说 不可与他相交 一定要与他保持距离 所以这是非常明确的指示 是的 如果一个罪人到神面前 悔改的话 神会接纳他 但如果他不愿意悔改 甚至影响其他的人 那我们就要与他保持好距离 下一点 如果有人已经确定有被感染了 那当然就要开始自我隔离 那他们必须在营的外面 请翻开 利未记第十三章四十六节 利未记十三章四十六节 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 他便是不洁净 他既是不洁净 就要独居营外 如果确认已经有灾病了 那你就要隔离 这个不是启示 这是保护其他还没有染病的人 因为我们不想要这个灾病失控了 但是当然 那个需要自我隔离的人 就会受苦了 他要自我隔离 多久是在于 他这个病到底是会好还是不好 这代表什么呢 属灵上来说 如果你犯罪了 你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自我隔离是非常寂寞的 没有办法看到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而且每天你看自己的身体 越来越虚弱 你看见这个大麻疯病 一直侵蚀你的身体 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 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不论在做什么事情 在做之前 我们都要想想后果 任何选择总是有它的后果 第八点 要如何控制灾情呢 那这很吃惊的就是 这个圣经已经告诉我们 要遮住我们的脸 我们刚刚读了四十五节 这里四十五节说 有大麻疯的必须要蒙着上唇 为什么 因为当你讲话 咳嗽 你就会把病毒给传出去 所以圣经就已经对当时染病的人说 必须要蒙着上唇 来避免传播 那当然今天我们也都戴口罩 保护自己 因为我们要非常小心 我们口中飞出来的痕磨 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 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乃人污秽人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是的 也许我们现在并没有病毒 不会传染给别人 但是你常常口出苦毒的话语 你咒诅别人骂脏话 如果你总是抱怨或批评人 那你就是传染属灵的病毒 你在毁坏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婚姻 很多时候我们一切的问题 是从口中出来的 整天非常地苦毒 那你会影响自己 也影响别人 所以遮住你的嘴巴 如果你生气的时候 先遮住自己的嘴 宁可先不要说话 而不要说出自己 一辈子会后悔的话 那当然我们现在都会洗手 圣经也告诉我们 要洗手洗衣服 但最重要的 如果有人最终还是被感染了 会发生什么事呢 必须要等待神的怜悯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药物 可以治疗大麻疯病 所以他们能做的就是 继续祷告等待神的医治 如果有一天他们醒来 发现说 自己的状况有更好了 并不是因为用了什么药物 而是因为神医治了他 当主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 他有医治了几个长大麻疯的人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有给我们一个例子 第五章有给我们一个例子 有一天主耶稣看见一个长大麻疯的 那长大麻疯的非常可怜 那在远处 他就俯伏在地 那他就求主耶稣说 主啊 你若愿意 使我洁净 那主耶稣就伸出手来 碰了他 当我读这经节的时候 我非常的感动 我都快要哭出来了 主耶稣其实可以 就讲一句话 就医治他 他可以保持他的社交距离 叫这个人不要接近耶稣 但主耶稣伸手摸他 你可以想象 这个人到底有多长的时间 没有任何人有摸过他吗 但是主耶稣摸他 主耶稣爱他 主耶稣接受他 他说我肯 你洁净了吧 圣经就说 大麻疯立刻就离了他的身 是的 也许你觉得 你的人生意团乱 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失败 你觉得你自己身在痛苦当中 没人要你 没人珍惜你 你错了 至少有一位 他会永远接受你 永远爱你 主耶稣在等你 等你回到他的身边 告诉他 求主帮我 怜悯我 那主耶稣就会告诉你 洁净了吧 他会原谅你 会给你一个新生命 请唱诗 四十二首 二十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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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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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